這是24.4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大家都知道 就是變壓器 用中文說就很簡單 變壓器就是變了電壓 我們有很多的家庭電器 寫著Water Voltage 不等於220ac 例如電速跑器 不需要用到220 可能會比較低 如果低一點或高一點 怎麼辦呢? 一定會幫助我們把Voltage提升 或者下降 那就是Transformer 但是Transformer的缺點 就是一定要用AC才能運作 但原理是什麼呢? 就是下面 我有幾個東西 有大家充電的火牛 就是充電你的手機 應該是220W 5V 通常iPhone 5V 要2.1A 另外電動牙刷 電的牙刷 濕水 因此用無線方法通電 到這個了 iMac 這部機 原來要20W 才能運作到 所以它會降到20W 所以它會降到20W 上面那個光管 就很有型 不是下降 反而提高 要到2000W 2000W 2000W的Voltage 足夠大到 激發裡面的氣體 會發光 原理會在Energy 就會降到 好 但是我們最重要是知道 提升電壓 降低電壓 那塊的Principal 是什麼呢? 那塊的 俗稱是火牛 正統就是Transformer 變壓器 裡面其實有兩組Coil 一組叫Primary Primary 就是小學 小學就是要入東西 入能源那邊 就叫Primary 出東西那邊 就是Secondary 原來拆開之後 就是那塊的 我們之前也展示過 就是那塊的東西夾夾 就是這個 那這塊的東西 都是變壓器 OK 上次就大約說了 有些圈數不同 就是決定它是 將電壓提高 還是下降 OK 那當然 中間最好有這樣的 叫Soffer Encore 就盡量令到BFuel 不會走得出 那裏 盡量令它保持BFuel 在裏面 出回來也是AC 對 出回來也是AC 那缺點就是 由頭至尾都要AC 但是為什麼要由頭至尾都AC 就是這裏所說的 AC curve in the input coil Oscillating magnetic fuzz 即是說裡面的 Fuzz line 就不斷地變 怎樣變化呢 明明就向右邊三條 之後可能四條 可能五條 然後由高位五條 變回到四條三條 甚至乎逆轉 即不是向這邊 而是向左邊 這就是AC的情況 但AC有什麼好東西呢 就是這裏 如果你的Input Coil 是有AC 即是說上面的Fuzz 方向也會改 強度也會改 旁邊就有一個 Output Coil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安裝它 它就會在很近 接收D邊的Fuel D邊的Fuzz 就會不斷地變 而前一課就所說 因為不斷地變的BFuel 或者Fuzz 就會產生EMF 因此這邊 Pontor會在這裏 Config 因此這邊 其實也收到一個 AC的Output Signal 而這個 Signal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AC的EMF 一個Voltage 就是在這邊 好 接著 如果我將Circuit Complete 即是把Light Up Light Up 也會開 記住 Light Up 正常來說 應該DC才會開 但為何AC都會開 因為太快 太快 因為Circuit 總之流過Light Up 就不理會 證定庫 它也會開 再寫 它說 The Set Up Does Not Work If Many Field Lines Miss Output Coil 意思是什麼呢 明明產生三條 沒有一條 一條過到旁邊 就沒有感應 因此這樣擺 是不正的 但當然 你不要告訴別人 一條都不會過 有機會是這樣過的 即是 有機會 有機會 這樣出來 繞圈 而過回來 所以一定 不多 不少會有感應 一定 當然 再遠一點 機會率會降低 感應更加會弱 所以這樣擺 不太好 如何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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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放 擺放前面 或者擺放後面 不過有個缺點 擺放前擺放後 會令整組的東西 比較長 但我們要省位 如何擺放 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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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心目裡的 tightly 主要會想要問 所以我們 需要做 啟放 擺放 兩 Pix 就是放 這塊 squand 首先 dit 大家看 Supreme 是這個 Racine 這個就是 碰到一下 摸手 李 keys 利息 pertama 不及 離 可以离开这个区域 看这边 Input 出来的 Fust 一定会走这边 再穿绿色的output 或者叫做 Second Recoil 转回头,不能走 这边出十条,旁边也收到十条 这就是很棒的 因此一个字叫 Guide 可以吗? 导引大家 看不见 是 可以的 原来它的生存的目标就是令到Fuil 不能走 就是guider的作用 不让它离开管道 可以吗? 就是Soft Iron Core 的目标 就是尽量减低 First Line 的消耗 就是离开这个 loop 好 所以最后 把这么复杂的图 变成Symbol 你将来画的图 或看到的图 就会这样的 红色就是AC 有一个Primary Coil 旁边的绿色就是Secondary Coil 这就是Output 至于中间有一个蓝色 或者是有洞的东西 就代表是Soft Iron Core 如果你发现这个蓝色消失 就是中间没有Core 只有空气做Core 那时候一定会弱 可以吗? 可以吗? 总之看到中间有一栋 就放了Soft Iron Core 如果这条问题再问你 如何令到Efficiency提高 或者Energy Loss 减低 你再插Soft Iron Core 就肯定错了 如果这个原先没有 那你就可以插Soft Iron Core 那你要看Symbol 那这个公开考试有机会 就出这些问题 当然过往也出过类似的问题 减少屋数还没有说 等一会 现在就是说Principal 就是说Primary 是会影响到Secondary 但没有说影响如何影响到 等一会 这里就开始说影响了 就是一个叫Voltage Ratio 和Turns Ratio 之前说了一点 我们会有圈 这边也有圈 视角上这边是小过这边的 因此会怎样呢 什么意思呢 例如这里 1,2,3,4,5 有五个圈 我假设五屋 那些五屋 就给五个圈 OK 那些五屋给五个圈 就可能出了某个特定的Field Line 假设出了一条 只有一条 这条Field Line 就会经由Soft Iron Core 直插那边 假设这边 就不是五个圈 有十个圈 这边就是五个圈 出来的情况 只有一条 接着这一条 就一次过插穿十条 这里说什么呢 是之前所说的 Enfine 是 对 就是Enfine Enfine符号 正式学名叫什么 记得吗 记得吗 是的 First Language 那大家发现 今次的First Language 就改变了 原本的First Language 就是五个圈 的First Language 不过今次去到这里 因为圈数倍大了 变成十 因此First Language 是会比原本 多了两倍的 行不行 记得 实际上 它走的First Line 是没有变过的 当然我们的First Language 没有东西走到 这里出了一条 那边也出了一条 不过出来的效果不同 因为一条Fill Line 就会影响一个圈 但是圈 比之前多了两倍 因此效果应该多了两倍 所以进来是五屋 出来多少屋 十屋 如果做到这样的话 这个变压器就将电压提高 再说 好 在变了十屋之后 记得主动和被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边Primary 就主动给Voltage 给Current 再给BFill 而BFill 飞过去插别人 就会产生EMF EMF那部分 会不会再产生BFill 会影响对方呢 是会的 不 如果他真的出来的话 抵抗对方 是相反方向 推过来的 OK 行不行 但记得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主动 你就被迫反抗 OK 行不行 但可否完全反抗呢 就不行 就慢慢来的 OK 完全开球 反应很快 就抵抗一抵抗 但之后 就难抵抗一些 OK 行不行 行不行 DC 没有东西出 DC废话 DC废话 所以记得 Transformer 的缺点 一定是AC之后 运作 进的东西是AC 出的东西都是AC 行不行 最惨的 OK 不可以用电池 对 不可以用电池去运作 OK 行不行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有个例子 7 还有一个视频 我们先看看视频 好 回去看视频 好 停了 刚才听到英文 或者看到字幕的了 Primary和Secondary都是什么 Ten Terms 如果10个Ten Terms 会如何呢 是将电池提高 还是降低 是应该一样的 接下来 整个电池 接下来 看电池 看电池 也挺有力的 接近一样的 接下来 看电池 也很厉害 接近一样的 看电池 好 接下来 看电池 接下来 看电池 這個調整大小 現在是004 005 旁邊是即時改變的 當然是慢了一點 即是大家要1-1 這是一個Wooten Walk 不是剛才的Sort 有一點反應,但反應不足 因為比較遠 所以這個去到005,旁邊是0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Transform 我們再看Experiment 7 Experiment 簡直是剛才的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小圈,這個是多圈 而且小圈是secondary 多圈是primary 就是這樣看 不要看標 電壓是提高還是下降 自己看吧 primary和secondary primary多,secondary少 其實就是電壓下降 怎知道這裡寫了 電壓是3.68 但完成後只有1.86 即是把電壓下降的方法 有問題 有問題 OK 但是 看看這裡 當然是實驗題 經常會問你 做完後有什麼結果 問你relationship 就是 Voltage和Turn的Vs有什麼關係 是G 圈的數目 和Voltage的Vs 和Voltage 的Vs 是一樣的 成正比 即是說 如果你的 secondary 多圈於Primary 你出來的Voltage secondary 就會高於Primary 即是把電壓提高 說 Coyle的Density 是一樣 不理會 我們只是理會 幾條圈 而決定 是的 可以不關事 但當然 在工業上 當然是關事 圈越密的話 它走的機會就越低 但如果在我們這麼簡單的 計數裡面 我們可以不用理會 但是剛才又說不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剛才的不變是因為 十個Turn和十個Turn 所以 十個Turn和十個Turn 的Vs是1比1 即是沒有變 好 下面 How does the Coil affect the Voltage across the Secondary Coil 好 這句就重要了 麻煩 自己寫 寫不像 就是自己拍照 最重要 這個Coil的存在 和不存在 會影響到什麼呢 一個很重要的字 叫做Fust Leakage Leakage 為什麼 喂喂喂 不錯了 Leakage 為什麼 看不到 什麼Energy 我還沒說Energy 喂 Leakage 為什麼 洩漏 記住 你的Core 存在 做什麼 就是 指導 Matic Field Lights 不讓它走 不讓它洩漏 如果有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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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一Core 沒有問題 只不過拆不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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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可以嗎 明白嗎 喂喂喂 喂喂 不吵了 Input 你是給了Input Signal 那些Signal 就會變成Current Current 再變成B Field 喂 留心吧 所以如果看到B Field 不穿過Secondary 其實是能量損失的 可以嗎 你能量損失了 OK 再說 如果這些Field 是讓它走 其實你已經損失了能源 那有Core 有Core 不是百分百 九十多 可以嗎 沒有百分百 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繼續吧 好 跟著呢 跟之前的數學 就差很多倍了 這個仍然是extension part 不過這個 是很淺意的 記得 圈的Vasal 是Voltage的Vasal 圈數多了 Voltage就會多了 例如這裡 P代表Primary S代表Secondary 現在是1000比4000 多了還是少了 多了 多了 由1000變4000 所以如果你進來的電壓是6的話 它就會大4倍 12的話 也是大4倍 那就是說這是什麼呢 就是將電壓提高的方法 OK 那再說一次 為什麼會電壓提高了呢 原因是因為它的圈數少 就是說 我用6V 經過Primary 那些電壓提高了 就是1000個圈 我可能只能出現一條Fuel Line 而這條Fuel Line 一定會穿過綠色的地方 不過這條Fuel Line 穿過綠色的那條Fuel Line 這次穿越的地方不是1000個 而是穿越4000個 所以它習慣就是 這次穿過綠色的那條Fuel Line 一條Fuel Line 一條Fuel Line 就可以穿過1000個圈 而出來的Volt就是原本 不過這次它不是穿過1000個 穿過4000個 這次穿過之後的Effect是原本的4倍 可以嗎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 如果你進來是6V 你出來的結果是24V 當然 沒有免費午餐的 6V變24V 多了東西 一定會減少 那哪裡減少呢 就是I OK 原因背後是什麼呢 能量是不會多不會少 那待會也會再說 好 到這裡 Input就是Primary的Voltage 經過Transformer的Turns Vs 就會有一個Output 叫做Vs 這條Fuel Line 就是這麼多 OK 那 公開考試D Part都不懂 那就死定了 因為拿Vs就知道 它將電壓升高還是降低 就說完了 是Extension 肯定這個數學 比前面更簡單 好 等一會 再說這個 這個 我們有名的 將電壓提高和降低 叫做Step Up 和Step Down 所以 如果你看見 Transformer這樣的話 Transformer的名字 就會變成 叫做Step Up Transformer 這樣的話 就叫Step Down 我想問 Step Down Transformer 什麼時候需要用呢 什麼時候才用呢 為什麼 最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要用Step Down Transformer 不是 我們需要把電壓做什麼 降低 例如我想插 我的手提電話 我的手提電話 我手提電話 5屋的 我需要將220屋 降低 落到5屋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 Step Down Transformer 大多數 你在街上買得到的 火牛 八成 或者九成 是買Step Down的 就將220屋 降低 10多屋 5屋 幾屋 理論上 把火牛 調轉 就會變成Set Up 理論上 當然 我們還有一些電子儀器 在裡面 就不會讓你可以調轉 好 在下面 Set Up 做什麼呢 就會把Voltage提高 但是記住 Does Not Output Higher Power 因為你會拿下Voltage 電壓提高了 一定會有問題 下面寫 全部都是認識的 6屋變成24屋 但如果我進入Primary 100屋的話 出來不可能升4倍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會多了300屋的Power 不可能 而你出來 100屋入 你都要100屋出 還要有Power Loss 因此 你一定是差了 但不是 電壓提高 唯一差的差的是什麼 再說一次 就是Current Current 就很包含人家 電壓提高4倍 Current 會怎樣 降低幾倍 都是降低4倍 因為P等於IV V提高4倍 I只能下降4倍 而亞森的P就不變 可以嗎 所以說 火牛是否Efficiency很高 當然不是 你怎知道 我們的坊間 為甚麼叫它火牛 熱 火又代表熱 火牛不熱 就不是火牛 即是說 那些熱是甚麼 Power Loss OK 這樣就虧了 好 到下面 這個 在AMC會問你的 叫做Multi-taps 甚麼意思呢 這裏有個圈 而那些圈 有很多出口 好 看看 有很多出口 最重要就是看這裏 這裏叫0 這裏叫8 嘔出來就是8屋 OK 但如果我這樣搏 2、6 中間就是4屋 全部是考慮的 potential difference OK 好 有沒有人回答我 嘶 喂 如果火牛用磁石 你會不會 不會 因為磁石是Consent Bfield 我們一定要用AC 好 慢慢 我們玩一下數 因為它還未叫你計數 我現在考考一下你 你懂不懂計數 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Prime 會有220個Turn 有沒有人回答我 這個MP 有沒有人回答我 Ns Ns是多少呢 不過你會問一下 Ns是哪裏 就是最頂和最底 這裏總共有一個圈 怎樣 110 不是110 是8 是8個Turn 為什麼呢 220V 就是220Turn 出到多少呢 最盡是0和8 那就是多少 是8V 那就是Turn 就是8 當然 不是一定的 可不可以 這個圈數不是220 是2200 可以嗎 可以嗎 但如果用2200 對面一定要什麼 80 OK 好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想問 6 和2 之間 即是卷位置 繞了多少圈呢 這裡 這裡繞了多少圈呢 是40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出到6V 這裡出到2V PD多少 是4V 那就是220變4V 那就是2200變4V 那就是2200變什麼 是40 可以嗎 全部是在玩 好 在MASI裡面很重要的RESO 在Physics裡面也是 用RESO就完成了 有 好 我加多個0是 其實 有沒有用的 有用的 如果真的在工業上很有用的 加多個0 那就是TURNS的數目 會怎樣 增加 TURNS增加 但是你那個月沒有增加 那就是說 TURNS 與TURNS之間的密度 會怎樣 高了 那你洩漏一些 FUS的機會率 盡量降低 Efficiency 理論上高了 的 Residence會大了 是 Power Loss 理論上大了 你的權力輕重 所以工業上一定是 你計好數目 又不會虧本 因為你越 越多圈 物料就越多 但有時候 物料越少 又做不到 我們要找一個 optimize的情況去做 那公開考試呢 喂喂喂 喂 公開考試 那些類型 怎樣考你MC 就問你駁哪裏駁哪裏 駁哪裏駁哪裏 就出到某個電壓 那問你應該駁哪裏才行 例如 我考考你 如果我想 出到六屋 我想 D 出到六屋 我想問怎樣才駁到呢 如果我一定要駁住0 可以駁到六屋 Output 可以 駁哪裏 六屋 我告訴你 我駁的位置是四號位 四V 我想出六屋 行不行 那些MC就会问你,可以或不可以 那就很低能,除非你不知道在说什么 接着,第二个字 我快说完,这个Transformer要用的数式就是这里 有个叫做New 严格来说是这样写的 但我们的书因为印刷版本出不了尾 一出的话,就横夸三行 不可以的,所以印刷版本就停止了 这个New 这代表什么? Efficiency 一件Efficiency一定是percent 而一件percent之后一定没有什么percent 超过100% 等于100%也有机的 现在超过就一定没有机 这个Raiso怎么出的呢? 一定是你output power和input power的分别 哪个一定大一点的?正常 就是input output整个拢,等于什么?等于input 但平时一定是什么? 小过input 所以出来的Efficiency一定是小过100% 这条式没有就不懂的了 然后Power怎么理呢?IV OK 行不行? 这些就用回以前的基本东西 砌一砌 没有什么新东西 好,到这边了 麻烦 虽然十居其狗 但你还要看清楚这条问题是否说到这个字 就是100%的Effusion Transformer 通常我们公开考试 至少百成的题目 方便大家计数 Assume Effusion 是100% 如果这样的话就好 input power等于output power 因此 turn ratio等于current ratio的反比 什么是反比呢? 如果VP小 VS大 我想问 IS大 还是IP大 喂喂 留心 用VASU你就知道 当然本书是这样写 但我觉得这本书这样写 不太好 这样写得好些 就是secondary to primary 是会等于2个I的VASU 但分子是什么? 是primary 还是secondary 是个分子 自己rearrange these terms 分子 是히 你是ip vp i p 成为vp 所以这是 danus 那就是什么意思? primary s secondary 大 overall veيف 就会大 可以 什么can not be determined 一定可以 分子大分不少 整个数就会大 可以吗? 如果整个数大 那怎么办呢? IP 大多数是什么? 要大 IP唯一大 不大就不如IS小 可以吗? 看清楚这幅图 OK VP 小 IP IP就会大 VS大 IS 就会小 因为最后有东西 就是能量手行 能量不会多了 不会少了 所以我们不断地用P等于IV V大了 I一定会小 OK 可以吗? 所以之前说 输电塔 电压这么高 目标想迫到 Current小 小得来 I2R 所以 Power Loss更加小 OK 有没有问题 好 有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了 有一件事叫做 First Ligage 刚刚说了 First Ligage 就是走路 你的Field Line 走路 记住 Field Line是电流 电流是需要 input power 因此 因此 有些Field 走路 即是能量不见了 所以不用了 如果真的有First Ligage Voltage Rasual 和Term Rasual 已经不会再等于 可以吗? 记住 等于那条式 是Always True 如果没有First Ligage 有First Ligage 肯定不True 因此 刚才有人问 会不会有100%? 算数就会 但工业上 一定不多不少 外面会有Field Line 走路 OK 所以 一定 不是那么正 一定有First Ligage 好 下面 不介意 这本书 经常问 Ideal 为什么? 理想 理想 理想的Transformer 会有什么条件? 第一 不会有First Ligage 第二 100% Efficient 即是106 是 100% Efficient 就是为什么呢? 我Empel Power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等于 Upper Power 是的 等于Upper Power 到下面了 好 First Ligage 不是100% 等于Energy Ligage 为什么呢? 缺乎 Energy Loss 为什么呢? 我想问 没有First Ligage 会不会有Energy Loss 没有First Ligage 有没有Energy Loss? 有 有 又去哪里? 又去哪里? 不是 就是Hit 哪里的Hit? Coil Coil Wire 上面 有电阻的Hit 那些不跟First Ligage 不是100%等于 解释 那谁呢? 哪里的Hit Ligage 当然是Energy Ligage 哪里的Hit Ligage 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First Ligage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Hit Loss 或者Residence 的Power Loss 那些 好 如何可以减低First Ligage 最重要 就是第一个 就是Specially Design Coil Core Core Core是什么? 最好是没有断 不像这样的 中间的gap 第一线就随时在这边飞走离开 最好是complete 例如这些 Better Winning Methods Coercal 什么意思呢? DD就是了 同一个族 旁边的部分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你见到书本 就有习惯是这样写的 D便就转过 然后D便转过 其实这种不是那么好 因为一些fuelt line 遠出现了 当然是指向他们走在这边 但会不会有些沖过头上乘出门 很难说 所以最好就是coercal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画一幅图ит como D便是Primary D便是Secondary 这个叫做coercial 冲出来的话,应该直接冲起Primary 有没有问题?明白我说什么? 好,先停一停